主角 脚背 内疾痛 感觉远处有个很大的柱子在那边 有个很大的柱子在那边 好像连到天上了 柱子靠过来这边好像有 是一个大的柱子靠 是一个大的柱子靠 这个是外星人造的柱子靠 外星人造的柱子靠 现在 我前面不是讲的 有柱子靠 在长江的两岸 行录 行录 看那个 有 来行录的 这个时候我就看到 看到 好像那一个 好像 有个柱子 顶到天上了 有个柱子顶到天上了 顶到天上了 柱子顶到天上了 一根柱子 然后那个病 应该在病上 那个柱子在 伸到那个水里面 好像是 一根水管 一根很温柔的水管 来调节长江水 如果水月太高 它就 吸上去一点 而水月低的时候 再放下来一点 下面调节器 调节器 那个调节器 那个脚 足腿 脚背 那个内肢筒 就相当于 相当于 一根柱子 就 伸到水里边 紧彈到水里边 伸到水里边 伸到水里边 水高的时候 就吸上去的 水位低的时候 放下来一点 这样就 来一个 平满的 让水位平满一点 让水位平满一点 这样的 也是为了加强 那个 水的安全 加强 加强了安全 这是安全处置之一 也就是说 水位高的时候 它吸走 有没有 就是在这个 游到水里边 然后水位低了一个 再放下来 一根 引到天上 有这么一个 调节章子 有这么一个 调节章子在那边 这样来 保证它的安全 保证它的安全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为了水的更安全 做了这么一个章子 好 再见 再见 再见